大家好,第三只眼睛带你看世界,我是宁静 安倍遇刺事件已经成为了全球关注焦点 前天我们频道做的有关安倍遇刺分析的视频被油管给封杀了 视频首播以后,流量曾在几小时内上涨很快 但是很快,油管就把我们的视频给封杀了 把我们这个视频设为了限制级视频 观看次数则停滞不前了 我们的视频没有色情内容 当然有很多真正有这种内容的油管也正给放行了 难不成是我们在视频中提到了幕后的黑手可能与中共有关才造成的 不然我们真的没说其他 不是怕我们破了案,所以把我们设置成限制级视频了吧 既然这样,那还管那许多 我们今天就继续深挖安倍遇刺事件背后的黑手和鬼影 请大家持续关注并订阅我们的频道 好,平先生在最近发表的文章《安倍遇刺悬疑丛生》三大焦点影关注中 揭露了安倍遇刺的一些深层疑点 我们也觉得很有道理 今天就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凶犯的暗杀行为是非常突然的 根据目前媒体曝光的线索有下疑点 首先,这位名叫山上的凶犯前后供述不一 据日本独卖新闻报道 凶犯山上先是说就是要杀害安倍 但之后又说并非对安倍的政治信念抱持恨意 另据每日新闻独家报道 凶犯向奈良警方供认其对某宗教组织不满 安倍和这个组织有关联 凶犯还列举了某特定宗教团体干部的名字说 我打算干掉这个干部 但警方发现这名干部当时并不在事发现场 警方认为山上彻野的这一格供述不自然 目前没有信息显示凶犯的政治理念 或宗教信仰是什么 山上彻野也前后供述矛盾 但其供词似乎在回避什么 或在刻意掩盖什么 当然也有报道说 这个凶犯在刺杀后嘴里喃喃自语的 说了一些警察也听不懂的话 意思很可能是这是一名精神病人 但是从以上的供述来看 他的目标是极其明确的 而且从下一条线索看 他也更加不符合精神病说了 凶手似乎经过较长时间的准备 日本从1936年226首相暗杀事件后 枪支管制是很严的 日本朝日新闻旗下杂志 ERROR网络版报道 初始传出凶犯使用的是线弹枪 后奈良警方说不是线弹枪 是手枪 但制作材料或改造的零部件 以及弹药是从哪里来的呢 并不清楚 日本副始新闻网报道 警方在41岁的山上家中 电脑发现曾经浏览过武器制造网站 家中搜出疑似爆裂物品 警方还在其家中搜出几支土制枪支 县查明凶犯在2002年8月到12月 在齐县佐世宝教育队受训 之后两年间呢 为广岛县无基地护卫舰松雪号船员 2004年4月到2005年8月 在广岛县江田岛市的第一书科学校 担任任期制自卫官 三年的海上自卫队受训期间呢 学过有关小枪射击分解等知识 凶犯在作案现场用伪装摄影机藏匿枪支 目击者曾看到凶犯举起筒状一样的东西 一个精神病人还难难自语的那一种 居然会为杀人自制枪支和伪装摄影机藏匿枪支 这得是个多有心急的精神病啊 上述线索呢 说明凶犯有制作和使用武器的技术 经验并且实施了制作凶器的行为 看起来他被这次的暗杀是准备了很久 这难道还不算预谋作案吗 在事发现场的自民党工作人员 事发后呢向警方表示 嫌犯看起来不像很兴奋的样子 也没有想逃跑的动作 犯案当下呢看似十分冷静 看来他是早就做好了准备了 而且对整个暗杀事件呢都做了精心的策划 所以不惊不慌 也有分析人士指出呢 不逃跑是这个嫌犯的筹码 他能够束手就擒呢 一是知道自己逃跑 即使逃过了日本警察的追捕 背后主使也未必能留下他 所以呢与其逃跑不如束手就擒 看雇佣方是否有兑现承诺 自己的被捕是用来提醒雇佣方的一个筹码 每日新闻报道呢 山上彻野在2020年的10月 在京都一家工厂任职 负责驾驶堆高机搬运货物 工作态度没有问题 2022年4月中旬开始 多次擅自宽工 上次询问他原因 山上说想辞职 5月15日正式离职 山上彻野每周上班5天 从奈良的自家开车通勤 他的住宅位于案发现场东南房约三公里处 是一栋33年的八层楼建筑 月租金4万日币 4月呢就开始不明不白的矿工 5月离职 而没有任何工作态度问题和劳资纠纷 辞职原因很诡异 要知道呢在日本公司辞退员工很难 一般即使工作特别不好 只要雇用了就很难被辞退 他的主动辞退是否与忙于制作枪支 预谋刺杀有关呢 而且为什么是从四五月份开始的呢 因为7月10日呢 日本参议院125个席位要改选 将影响到日本和平宪法修改进程问题 和平宪法修改关系到日本在印太战略中地位 和东亚地缘政治安全议题 当前东亚印太最大的安全隐患就是中共 和其正在挑起的台海安全问题 可以说呢 日本如果改动和平宪法 最不愿意看到这个结果的是中共 而安倍是修改和平宪法的积极推动者 8日呢 安倍就被山上刺杀 不得不让人产生联想 也就是说呢 山上刺杀了安倍 就是帮助了中共这个幕后最大的利益获得者 日本MBS News报道呢 山上彻夜接受了审讯室成人 7日呢 去了安倍晋三在港山县参加的助选活动 而日本媒体报道呢 安倍晋三原定8日前往长野 替自民党新人松山346站台 但是周刊文春爆料 松山十多年前 曾和一名20多岁女性发生婚外情 安倍于是取消前往长野助选 临时改道前往奈良 这项临时起义的决定 凶贤是如何知道的呢 山上彻夜上午11时过后 已经双手交叉出现在大和西大四车站北口案发现场 11点30左右 安倍到达演讲现场 一分钟后被枪杀 不但能够获得安倍的临时行程 还能提早拿着枪先于安倍到达现场 等待安倍的到来 这可能是没有预谋的不期而遇吗 据法广报道 原日本公安调查厅的调查分析官 藤谷昌敏 7日在日本网络电视台 ABEMA的晚间新闻节目中表示 估计中共目前已经向日本派遣了2万 至2.5万名左右的间谍或特工 但日本公安调查厅的职员只有1700人 双方人数是完全不成比例的 修改和平宪法 强化印太抗共联盟 安倍助选临时改道遇刺 中共在日特工规模庞大 以及这个政权对安倍的恨之入骨 刺客山上的低调冷静和蓄谋已久 如果把这一切联系起来看的话 真的是让人细思极恐 安倍之死显得是相当的诡异和不一般 但魔鬼和幕后真凶 往往藏匿在细节与深处 安倍遇刺 大陆小粉红再现美国911事件 和日本311大地震时的舆论狂欢 像狂犬病大爆发了一样 微信微博几乎是一片欢呼 居然有商家还挂出横幅庆祝 不少粉区发信息说相约吃饭庆祝 不是我说区还约饭 吃得太有局限性了吧 更有甚者有店家为此还推出打折 买一赠一的活动 澎湃新闻驻日资深记者 曾有在日本直播安倍遇刺时哽咽 却被小粉红大骂 还有小粉红直接跑到日本媒体上撒野 唐山师范学院女教授石温英发微博表示 她的朋友圈没有对安倍的死性在乐祸的 便遭到了大批粉红五毛的围攻谩骂 为此她曾经任教的学校发表声明称 石温英虽曾任教于该校 但已于2017年9月退休 并说石温英在个人微博账号就某焦点事件发表错误言论 我校对此高度重视 已成立专项调查组将严肃处理 你处理谁呀 同时呢 石温英的微博账号也被永久禁言了 有日本记者呢 对此在中共外交部记者会上质问赵立坚 那赵立坚却回答 对于网民的各种评论呢 不予置评 大家都知道中共对网络的审查 他不想让你发的内容你一个标点都不想发出来 这次中共怎么如此开恩呢 竟达到了不敢妄议网民的境界了 这当中呢 我们不得不提醒大家好 干这些龌龊事的就只有这个脑残党吗 但是他实在是太坏了 他压制中国正常网民理性的声音 但是呢 却大肆宣扬仇恨和脑残的粉蛆的声音 而且还有个极其诡异的地方 那么很多地方啊 因为对疫情管控的不满 已经没有人有时间关注国外的事了 自己吃不上取不出钱被镇压 哪还有时间关注别人呢 那么这些声音是哪里来的呢 有人分析过 第一时间就挂上横幅 横幅不需要时间做吗 所以呢 中共一方面通过操控网络来向外界 展示自己的无耻 表达所谓的民声 另一方面呢 还有一个非常歹毒的用心 这成为了强制中国人与世界隔离的手段 让所有人以为中国人都那样无耻 不愿与中国人为物 让世界远离中国人 所以呢 虽然AI五毛小粉红啊 在网络上显得是大有人在 但中国网民中也有大量是清醒的 中共的洗脑术已经是渐渐不灵了 一名微信用户发帖说呀 安倍前首相在任期期间 积极倡导日本国援助中国行动 疫情期间喊出山川异域 风月同天 起约无疑与子同伤 我作为一名中国人 永远尊敬并怀念他 一名推特中文用户说 共匪党暗杀安倍 安倍拐卖妇女儿童了 安倍逼你像牲口一样做核酸 安倍骑在你头上剥削你了吗 安倍让你银行里的钱取不出来了吗 安倍用铁链锁住你姐妹 生拔个孩子了吗 安倍像唐山打人者那样 欺负过你家的女眷了 安倍让你上不去学 看不起病养不起老了吗 一名叫做香西秀才的人 在其文章中写道 一个年近虚弦的老人 失去生命体征 让一部分人暂时忘记了 疫情的苦恼 忘记了唐山 忘记了铁链女 忘记了社会调剂 陷入了集体狂欢 安倍是日本历史上 任期最长的首相 他的安倍经济学 是让日本走出经济衰退 他的亲美路线 使美日关系展开新局面 同时 安倍本人一直具有清醒的防共 有台意识 让中共是如梗在喉 既难堪又难受 2016年川普总统上台 安倍成为第一个到美国 向川普祝贺的世界领导人 据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 纵览中国网刊发行人兼主编 陈奎德教授说 安倍和川普常谈中共 促使美国转变了对中共当局 特别是对习近平的一个基本政策 就是采取相对更强硬的态度 对于世界政治和印太地区 以及两岸三地地缘政治 中共都是起到了相当大的负面破坏作用 安倍恰是提醒世界警惕中共野心的吹烧人 面对中共近年来不断的武力犯台威胁 安倍在2020年退休后持续发声 喊出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 就是日美同盟有事 成为印太地区称台最强硬 安倍去世后 日本还会走安倍路线吗 印太战略是否会由此隔浅 中华日本学会理事包成科 接受台湾中央社电访时称 日本的政策有其思考逻辑和方向 中共扩张令日本担心国际影响力旁落 因此试图在美国对中共施压过程中 发挥影响力 即使安倍离世 日本的政治家仍会以既有的政治轨迹走 中日关系不会有根本性的转舵 国立中山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任郭育仁 在接受中央社采访时也表示 从目前日本政界的反应来看 安倍遇刺反而使朝野更重视安倍强调的 支持包括台湾在内的民主国家等价值 菅义伟和岸田文雄都不断强调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 因此预估未来日本不只会延续 还可能会强化安倍路线的外交国防政策 所以看来呢 某个政权可能白兴奋了一场 好 今天的节目呢 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